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彤彤 今天为您分享的是 有些错过不是错了 而是过了 一起来听 最近抖音上有一首歌 特别火 叫白月光 与朱沙智 歌词里唱 触不可及的 为何总是刚刚好 我想起张爱玲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 也许每一个男子 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 取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文字写 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珠沙痣 杀人诛心 情爱里关于一生的幻想 总是越深刻就越难长久 往往到了最后陪在你身边的 并不是那个你甚至舍下了尊严 低到尘埃里去爱的那个人 年少时候总喜欢想未来 到底是要跟一个自己喜欢的 还是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后来发现 你喜欢的总是难长久 喜欢你的好像老是差几分火候 然后慢慢地就发现 原来大多数人的一生 真的要经历几次感情 懵懂的 刻骨的 还有一生的 大鹏高中的时候 对一个女孩子一见钟情 她在国旗下演讲 阳光照着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十八班武艺都用上了 他们如约考上同一座城市的大学 正式走到了一起 而今时隔多年 说起心头的白月光 大鹏只是笑笑 她是个很好很好的姑娘 他们早已经分开了 说来也奇怪 有时候男生和女生就是不一样 男生喜欢一个人 是很容易做减法的 但是女生喜欢一个人 就是一直在做家法 那姑娘爱她 所以希望她能变得更好 而不是每天晚睡晚起打游戏 刷小说 许多时光 争吵越来越多 她的不耐也越来越明显 失望攒够了 女生最终和别人走到了一起 大鹏后悔莫及 想要挽留 却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 再后来她结婚了 她也有了新的女朋友 旁人都夸大鹏是难得的好男人 年纪轻轻就自己有了车房 而且勤勉努力 结身自好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对于让她成长的那个女孩子 此生注定 只生缺憾了 陈果说 白月光是寄予希望 但无法拥有 朱砂痣 却是身体所需 灵魂共鸣 生活共勉 因为失去过 所以拥有了 就不想再失去了 兜兜转转 物是人非 前段时间杭州下雪的时候 我在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 去年陪你看初雪的人 今年还陪在你身边吗 年关将至 去年除夕夜 给你打电话的人 今年还会在零点准时 打电话给你吗 这个冬天很冷 很希望你的身边 有个人可以温暖你 但我们都知道 有些错过 不是错了 只是过了 过去了 就没办法再回头了 他练过往的人 总是没办法 在这个光怪陆离 凉薄冷漠的世界里 跑得快一点 可如果不卸下负重 伤也只能好得慢一点 谁这一生 不会走错路 做错事呢 及时止损 比止损更重要的是及时 你也会慢慢明白 其实所有的错过 都是被默许的 因为没那么在乎 所以才会错过 后来的缺失 不甘 大过遗憾 中途 总要有人下车的 一直耿耿于怀的话 说不定会把 之后的人和风景 也一并错过了 偶尔感情生病 面对世界的免疫力 就会增强 偶尔心情流泪 负面情绪发泄掉了 生活也就变好了 路还很长 过往不念 未来不赢 当下此刻 就是最好 希望此时此刻 你的白月光 也是你的朱砂智 希望你跨过 万水千山 终会和合适的一切 不期而遇 好了 这就是今天 为您分享的文章了 喜欢我们的分享 欢迎给我们留言哦 我是童童 祝您晚安 好梦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